看姐说找安哥,大家好,我是安哥,这里是安小言说电影 今天安哥给大家讲一部,妻子出轨被发现 丈夫对其报复,引发法庭交锋的电影,破展 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说电影吧 安东尼上了年纪,样貌开始老化 他的妻子爱上了另一名年轻男子 安东尼无意间发现了妻子出轨 但心思缜密的他,并没有像一般男人一样 表现得羞耻愤怒,而是非常冷静 看着妻子与情妇在酒店游泳池中嬉戏玩耍 卧室的床上凌乱不堪,安东尼却并不作声 晚上妻子与情妇分别回到家中 安东尼早已等过他多时 向妻子索取了一个拥抱过后 安东尼对着妻子的脸开了一枪 枪声响起,外面的园丁立刻上前查看 安东尼对着门旁的窗子又是几枪 随后将衣服烧掉,并清洗了自己的身体 警方很快赶到 人质调解员罗布率先与安东尼取得联系 安东尼主动打开大门 罗布独自一人进入房间 交谈没想象中那么艰难 安东尼与罗布同时将手中的枪放下 然后安东尼直接承认自己对妻子开了枪 罗布注意到了墙上的画像 那个躺在地上的女人不是别人 正是白天与她交好的情人珍妮 警方制服了安东尼,珍妮并没有死 安东尼坐在警车上 面带笑容地看着被送往医院的妻子 年少有为的检察官助理威利 以其97%定罪率的优秀表现 使自己的仕途前景一片大好 与此同时 威利收到了新的案件传送 正是安东尼杀妻未遂的案件 案子看上去很简单 胸襟上有指纹 还有签了名的认罪书 只需要威利作为原告方去走个程序而已 威利心里也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他希望这看起来简单容易的案件 可以在仕途方面帮助自己 因为他想离开刑事法庭 进入更加严密的经济法庭中 开庭后 安东尼却放弃了寻找律师的权利 虽然对他来说 请个顶级律师也不是什么难事 案件在安东尼的要求下 将在之后进入审讯阶段 停车场内 罗布找到了威利 他希望威利能认真对待这起案件 威利则认为 认罪书总不可能作假 此案十拿九稳 随后他们参加了一场晚宴 并与自己将来女上司第一次会面 女上司对威利青睐有加 电话铃声打断了二人交谈 警方告诉威利 现场发现的手枪有问题 那把枪被认证没有被使用过 无法当作证据 次日威利等人到安东尼家进行了搜查 却并没有什么新发现 现场只有四个弹壳 以及一把没有开过火的手枪 威利不信邪 拿着材料找上被关押的安东尼 安东尼对威利的身份了如指掌 这使得老成的安东尼在交谈中占据上风 安东尼提出用一大笔钱让威利做自己的律师 但威利认为他疯了 安东尼告诉他 任何事都有弱点 迟早会在那里破碎 而自己已经找到了威利的弱点 交谈无果而终 安东尼一案的庭审正式开启 法庭上 威利对员工与出境人员等人进行了询问 法医认为 珍妮的头部创伤可以构成谋杀 面对这一系列对自己不利的证词 安东尼却丝毫没有提出疑议 就在作为证人的罗布发言后 安东尼站起身 向法官提出了反对意见 他首先将罗布与珍妮的偷情之事说出 逮捕自己的警官与自己的妻子有染 此话一出 罗布直接冲向被告席的安东尼 由于秩序问题被迫休停 安东尼向法官表示 自己有酒店记录和证人 能够证明罗布与自己的妻子有染 而对安东尼进行审讯时 罗布也在场 根据读术之果规则 如果罗布在场 供认以及罗布在场时 搜集的所有证据都要被排除 如果威力在周一之前 不能找到新的证据 那么安东尼将会被无罪释放 检察官对此次威力的表现极度不满 因为威力的骄傲且草率 使得检察院当众蒙羞 决定将他从这个案子中拿掉 威力随后找到了女上司 二人的关系突飞猛进 次日威力找到了检察官 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并要求重新接手这个案子 但如果再次失败 威力不但无法去到经济法庭 就连现在的刑事法庭也待不下去了 他还会面临着被开除 威力还是毅然决然的接回了这个案子 他开始对安东尼的住处进行仔细调查 房间内却接到了安东尼的电话 安东尼略带嘲讽地询问 威力有没有找到证据 并请他帮忙取消珍妮的机票 他们夫妻本来约定下周去旅行的 但此时安东尼不认为妻子能够活下来 威力愤怒地挂断电话 安东尼的整个房子都被搜过 也没有找到枪 这让威力仿佛完完全全陷入了死局 此时珍妮还在昏迷中 她的伤势导致她可能永远无法醒来了 威力期盼她能醒来 亲自作证的想法也落空 她的女上司女友得知威力重新接手案子后 对她赌上自己前途的行为非常愤怒 随后威力找上了罗布 罗布急于为自己的情人报仇 想通过自己的关系调换蛋壳 这样就能拿出证据给安东尼定罪 但威力对于这种做假证的行为完全不认同 警方找到了酒店的监控 上面可以看到安东尼曾经到过那里 但安东尼当时戴着帽子和墨镜 监控无法证明那确实就是她本人 很显然这一切安东尼都想到了 无可奈何的威力 只得找到了自己的女同事 请她帮忙在开庭时等在外面 接到威力电话后进到法庭里 并到威力身边告诉她找到了凶器 出于对威力的爱慕 女同事答应了她 法院开庭 安东尼对自己申请了无罪 因为检察官没有任何证据 能证明开枪的是她 法官询问威力是否有新的证据 威力掏出了手机 找到女同事的名字 但她的手指迟迟无法按下拨通键 最终等待外面的女同事也没有接到电话 由于威力无法拿出证据 安东尼被法官当庭宣判无罪释放 他走到威力身边对她说道 就算是一个坏掉的钟 一天也会准时两次 威力独自坐在法庭上与女上司通话 突然听到了外面一声枪响 跑到外面查看 是罗布开枪自尽了 安东尼带着自己的东西 被警察送回了家里 随后来到医院妻子的病房 在这里他看到了看守妻子睡着的威力 告诉她真妮的生命能否延续取决一机器 而自己则能够决定什么时候停滞机器 威力迅速找到了女上司女友帮忙 她需要一份限制令 来限制安东尼结束自己妻子的生命 然而女友并没有选择给予她帮助 威力随即找到检察官帮忙 却被告知有一项针对她的限制令 安东尼申请了威力看望自己妻子的限制令 他们彻底拜了 拜给了安东尼 医生对真妮进行了体征测试 与此同时 威力找到了法官 对解除自己的限制令进行申诉 在她开车赶往医院时 安东尼已经在对真妮进行安乐死的协议上签字 医生慢慢拔掉了维持她生命的仪器 威力赶到医院 却被安保人员拦住 直至真妮的生命体征彻底消失 她也没能走进病房一步 事情彻底结束了 检察官找到了颓废的威力 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年轻人 此时已经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了 威力因为让一个杀人犯逍遥法外失去了希望 检察官走后 威力开始研究一切他搜集到的证据 好友与他告别时拿错了手机 因为他俩的手机一模一样 威力接听着安东尼略带讽刺意味的告别电话 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来到安东尼的家 找到了安东尼的手枪 经过调查罗布的自杀档案发现 安东尼的手枪与罗布的手枪相同 这也就是那天安东尼去酒店的原因 他将两把枪进行了对调 用罗布的枪开枪打死了妻子后 在罗布注意力全放在妻子身上时 又将枪调换了回来 就这样 罗布亲手枪凶器带出了房间 地上的弹壳来自于罗布的枪 又怎么能与安东尼的那把枪相匹配呢 证据一直在罗布自己的身上 而他也是用这个证据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随后威利又告诉安东尼 珍妮活着时无法动手 但他死后 警方在他的头内找到了子弹 这样就可以做证据了 听闻此言后 安东尼的表情终于有了些许的变化 不过随后便恢复了自信的样子 他告诉威利 自己只用了一颗子弹 便干掉了那对狗染女 现在威利找到了子弹 又能如何 法学院最基本的课程就是双重威镜 一罪不能两罚 最初指控安东尼的谋杀未遂败诉了 现在再以此罪行控告他也没用了 威利微微一笑 控告他谋杀未遂时珍妮还活着 但现在他已经死了 那么就可以以谋杀罪来对安东尼进行控诉 蓄意杀人一级重罪 还有新证据 安东尼终于动容了 将威利从房子内赶了出去 打开门 安东尼看到房外围着警察 洛杉矶高级法院对安东尼再次进行了庭审 伴随着威利进行的开庭陈述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影片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威利与安东尼的谈话 是否被录音我们不清楚 是否能以新的罪名指控安东尼 我们也不清楚 二人之间的交锋谁输谁赢 在每个人心中都会找到不同的答案 整个案件谁对谁错 无从评判 珍妮与罗布有染在先 安东尼开枪没有达字妻子 医生曾说过 如果就是植物人的状态 珍妮可能还会活很久 但安东尼最后还是给他进行了安乐死 清官难断家务事 安哥对此不过多评价 相信小伙伴会有自己的见解 好了 今天解说就到这里吧 喜欢安哥解说 不要关注我 看你说找安哥 我是山哥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每天都有精彩视频 解说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